唉, 金牛金牛, 差差差, 非常之差 無論你是太陽還是雙星金牛 在現在這個雙子座滿月直到農曆十一月尾, 也就是為我下次出 星雲港摩褶座新月的那期之前, 你小心第三者 好啦, 就算不是感情的第三者, 都是講一些親密關係的人 例如Business partnership 那這些感密的關係之中, 當然是跟婚姻事 不過是, 婚姻感情第三者這些 總之在親密關係之中, 有人會在從中作緊 尤其是如果這位親密伴侶是火星星座的話 好啦, 為什麼呢? 為什麼會這麼明顯看到呢? OK, 火星日妙天褶, 三分相餘的海黃星 那如果我們做一個推工, 我們叫一個derivative house 那就是講到, 原來, 尤其是如果你的伴侶真是火星星座 他會跟什麼人去搞在一起? 和你認識的朋友去搞在一起? 你說是不是很壞? 唉, 真是很慘 好啦, 那我們又去看看, 原來這位所謂你認識的朋友 都是火星星座, 所以他們兩個火星星座走在一起便會合適 他們兩個便會玩得很好玩 OK, 然後我們再看看化解方法 OK, 當然我們要看原因才可以尋根究底 看看怎樣去跟著這個問題 原來那個問題就是因為金土俠, 伴隨著這個滿月, 金土俠 所以就是說什麼呢? 原來你最近變得很悶 你變得很老派, 很老成 甚至如果在一些感情關係上, 你會有一些性冷感 OK, 所以你那個火星星座的partner 他便會覺得跟你都不好玩 那不如他去找其他人玩 OK, 所以如果我們 所以他尤其是會找其他火象星座玩 那我們兩個火一起燒得很開心 用不著對著你這個性冷感 但是如果我們看這件事沒有那麼嚴重 那未必說是性冷感的, 但是尤其是一個火象星座的partner 他真的會找回一些火象星座的人去玩得很開心 而不理會你 我們歸根結底的原因是因為你最近變得太過悶 有點冷冰冰 所以如果想做好事情 那你自己要去吸引自己的伴侶 回來了